本來從登廣告拿一個比例的佣金 現在就變成服務費了 那服務費就把整個廣告業縮小了 那定價的諮商的角色也會引發 因為我該怎麼賣該怎麼買 未來就會有買賣委託的分工 也就是說買房子要中介 賣方要中介 兩個中介要溝通 那現在台灣是 賣方用中介,買方比較少用中介 買賣雙方都有訊息的需求跟訊息能力 但這件事網路會取代 買賣商都有諮商的需求跟信賴的需求 這個會變成未來的力量 所以我在想 因為資訊中立 未來會有更透明的服務 中介不可能用資訊不對等來獲利 所以中介的重心會轉到諮商跟信賴 不是買賣 買賣流程會標準化 甚至在網路上可以完成 其他服務也可以 這有點像是說 過去如果這個券商裡頭的營業員 功能是唯買唯賣 現在不是了 他必須有某種程度的顧問功能 他如果不是比顧客更有內行 他是不容易做這個角色的 如果只是動手 另外一個意思是說 要不然那個營業員的費用會變得非常低 訊息流程會走到網路服務 那諮商的專業跟信賴人格 會留給經紀人 那就會變成一個分工的樣貌 所以這樣我就要大膽想像他的發展 因為看房子 買房子 不會用virtual的方式來完成 他還是要實地去看 因為那是要住的房子 所以他會一半在線上一半在線下 那我假設不管這個習慣有多麼的頑固 不管那個工作習慣有多麼的頑強 世界遲早會面目全非 因為有個地方變了 買方、賣方跟經紀人其實都依賴資訊 所以將來他們會在一個平台上工作 他們通通會用網路來工作 買方可能是發動者 說我想買個房子 我需要這樣這樣這樣 我已經在網路上看過一些東西 我搜尋了若干物件 這些物件我也丟給你參考 經紀人上網 立刻用這些條件再搜尋一次 做出他專業的判斷 覺得某些物件更合這些 更合買方的需求 然後他們再去接觸 賣方經紀人究竟是誰 然後有買方經紀跟賣方經紀來討論 所以交易過程一半在網路 一半在服務 那賣屋者也一半自助一半委託 提供訊息 從網路提供訊息 把訊息PO出去 並不需要通過經紀人 他自己就可以完成 接觸也可以讓他直接就發生 最後才由經紀人來完成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 未來買屋者的服務費 有可能會超過賣屋者 因為一切的交易流程會有買屋發動 那這個當然就是今天 防衡業程會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 那任何一個現在在這個業內的人 如果他想的跟這件事相近 在未來他可能會可以轉型 可以過 可以變化 如果他想的跟這件事不一樣 他也許會消失 那這是我用這個行業來看 那我就挑到別的行業 電信業 這是大家常常聽過的故事 就是說 賓州鐵路 曾經是全世界最大市值的公司 也被認為是管理的典範 可是賓州鐵路 60年代就破產了 70年代就完全消失了 那最好的公司 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當時有一種網路興起 原來鐵路 面對的新出現的公路網和航空網 私家車把鐵路裡面的短程旅行拿走了 因為有公路網 航空把長程旅行拿走了 因為有航空網 那卡車運輸 甚至拿走了貨運的 眾多的運算器企業所連起來的 那個東西 資訊可以傳輸的 都是一個網路 所以你看到我們今天用電腦的這個網路 你現在看到我們用手機使用的這個網路 其實過去電話也是一個網路 我們過去熟悉的打電話的時代 就是一個public switch 就是一個老的交換機式的那個電話網路 一開始 internet概念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借用電話線來跑資訊 等到這個資訊需求大起來 我們就重建網路 這個網路的容量比過去都來得更大 現在是網路線上面跑電話 還有另外的就是這個手機電話 行動電話的網路 今天進展到3G、3G、5G 外面還有忽視眈眈的WiFi、WiMAX 每一個網路都會拿走一點東西 拿走電信源來打電話的這個概念 或者變出某種東西 這是台灣有趣的例子 小筆電 小筆電大陸叫上網本 這是台灣有一個3.5G上網的極轉折 小筆電本來是華碩師從堂先生的一個概念 他把它取名叫EPC 他本來的想法是說 要有一個很簡單的電腦 給電腦能力不太強的人用 特別是銀髮族 他當時想的是資訊的弱勢者 他用不了電腦那麼多的東西 那我們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很容易、很輕、很好用的電腦 讓電腦能力不強的人用這個就好了 所以他就創造了一個EPC EPC推出來之後賣得很好 不過買的人都不是銀髮族 買的全部是電腦高手 因為電腦高手很快就認出來 這個電腦可以做什麼用 他發現他很輕、很好用 我那個辦公室因為都是工程師 所以小筆電出來沒多久 開始我在辦公室開會 就發現每個人都從紙袋裡拿出哪一本 拿一個小筆電出來 以前因為筆記型電腦有點重 所以通常開會只有那個負責做簡報的人拿電腦來 其他人不會拿來 現在每個人口袋裡都可以逃出一個電腦來 因為他變小了 這些人都是高手 他EPC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想像 雖然是隔了命的一個想像 但是一開始起點是錯的 本來以為這是比較簡單的電腦 給比較不會用的人用 可是事實正好相反 不會用電腦的人一定要買最好的電腦 以便萬一什麼東西不能用 因為你不知道你要用什麼 不會用電腦的人就不知道電腦可以做什麼用 所以最好、最保險的方式是買最好的電腦 這個在全世界都一樣 預示只有厲害的人才可以買剛剛好的電腦 大部分的人因為不會用 所以要買最好的電腦 所以免得有一個東西不能用 所以這個小筆電本來是為了簡易的概念來的 結果這個簡易帶來它的體積的變化 結果帶來了一個新的行動力 它太好用、它太好拿了 又加上了本來是無意中的 電信業者提供了3.5G上網 本來是因為3G在那裡打成一團 大家都要爭取更多的用戶 subscribe 那要把電話的用戶從2.5G轉到3G 或是從中華電信轉到微保都很難 但是上網這個事是新服務 所以有可能